吴林辣 明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2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新一开始带你来看到优化花莲客家文化的场域 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建制计划工程 26号上午在文化会馆南蒲公园举行开工的祈福仪式 期盼建构完之后呢 吸引各年龄层来感受客家文化园区行气象 也让经过台九星的游客多一个打卡据点 花莲客家文化园区涵盖南部公园演艺堂与客家文化会馆在内 总面积达1.5公顷 为扩增优化花莲客家场域 花莲县府以重要施政计划升起经费6420万元 将在此新工展建串联型的客家文化园区 26日上午在洁安湘南部公园举行客家文化园区动土典礼 预计一年后完工 我们用比较节省经费的概念 就是将我们原来是溜冰场的这个场地 把它重新再活化变成我们极限运动场地 然而这个极限运动场地跟北冰极限运动场地又不一样 这是在花莲县第一个有用波浪型的设计 还有斜角的设计 让我们极限运动的好朋友还有孩子们 可以有不同的这个体现 所以我们期待在今天动工之后 可能会影响大家的使用 但是我们更希望在明年的天窗日之前能够完成 那我们天窗日的活动就在我们这个南谷文化园区 希望大家能在静止期待中 园区的里面设施里面有幸福广场 清水公园 客家文化严肃的马背建筑 当然还有极限运动场 石雕的一个小山丘等等这样一个工程 都在融入在这个园区里面 白天也很亮 将来晚上也会很亮 打造一个亮亮的一个客家文化园区 这是我们现场习生会非常重视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文化园区呢 大家指日可待 将来不管是年轻人老人家 都会很喜欢到这个园区来散步 休闲运动都可以 欢迎大家 花林客家人口有11多万人 尤其节安商客级居住人口最多 客家文化会馆与一鸣堂 在民国99年成立 已成为北花林客家商亲重要活动展演据点 整体工程预计明年圆月完工 届时除了客家园区 也会整合周边人里万善庙 共同营造庆盈共享园地 另外也规划明年农历年后天窗日 将在信科家园区扩大举办文化活动 接着长王彦杰相报导